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獨立思考 思考獨立 會聚天地正氣 習文氣 一個時機 捲土再起 天地有正氣 逢星期五晚上10時 姚冠東 阿雲 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垂主香港 我相信各位觀眾已經想像完 這個消化時間是非常短的 基本上是短到消化不良 但也沒辦法 我們還是要繼續說 剛才上回提要說到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繼續用他們的語言 我們限制了自己的想像 為何男人一定會看女人 為何女人一定會看男人 或是這麼想 為何男人進去女人 一定是為了女人 對 打個比喻就是 50年前 100年前 像魯迅所說 中國人 先用中國人 不說港中的身份認同問題 或者華人 一看到白色的肩膀 一看到手就想到肩膀 肩膀就想到裸體 裸體就想到肩膀 100年前就這樣 但100年之後 我們今時今日 穿短裙 短褲 穿背衣 大家固然都依然會有色彩膀 但社會大人的氣氛就覺得沒什麼 我記得之前看過一段影片 其實現在還有 我之前看過一段影片很棒 就是有個鬼妹 她故意穿低胸衣 在印度上走 拍紀錄片 然後人們就去問一個印度男人 找一個漂亮男人 看完又有什麼感覺 想奸了她 很正常啊 穿到這樣還不是被奸 但問題是固然我們今時今日 印度的問題是因為印度未經歷這種意識的轉變 印度的總性制度還是很強烈 雖然政府是廢除了 但問題就是 好像香港、台灣 固然說超短褲 或者低胸 固然大家會覺得 嘩 這麼薄 但很多以前我們一定不會穿的 短袖T恤 短褲 大家已經接受了 覺得沒什麼 用回廁所或喘息的理論 我們今時今日的想像是覺得 男同女同一個跟衣室同一個廁所 當然會喘息 但可能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將這個狀態 常態化 大家很快就會習慣 就覺得無事可夾 其實我看見全部是男女共用的廁所 從來都是沒有事發生的 是無事可夾 反而比男女分開的廁所還要善 事實證明了這件事 但我想提出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休息 我在想的事情就是 比如說 古今中外 各種完美的政治理想 比如說共產主義 或者叫做資本主義 或者上世紀很流行的 叫做Short-Philippe 經常都想像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定是設想到一個很美好的政治 一個終極的目標 一個叫做政治烏托邦 但問題就是到達烏托邦中間 這個過程 究竟英文叫Fiction 中文叫做摩擦 中間在過渡過程中的苦難 那個不便 那個問題會有多少呢 我們固然能夠用T恤的例子 短複的例子 來想像一個未來 可能真的是 男女共處一個洗手間 共處一個更衣室 沒有任何問題的世界 但問題就是 在我們過渡到這一步之前 這樣去開放性別界限 中間會造成社會問題有多少呢 你覺得我們的社會 是否可以容忍到中間 可能出現的風化案的問題呢 我想先不要覺得風化案那麼遠 首先在教育上 其實之前也受過很多 也聽過很多反對聲音 哎呀死定了 我怎麼教過小孩 有些老師可能是不太接受的 學校或者他們的霸學理念 都不太接受 他們就會問 到時我怎麼教過小孩 我教過小孩 家長一家長二 還是教他們 同性女是對的 第二就是 稱呼 不是說銀行那些 不是說Mr.Miss那些 譬如是 親戚之間都稱呼 那些 變成這樣做法 全部人都是關係的 譬如是 這件事是虛擬 這件事是虛擬 還有 其實是否可以這樣說 要做到這件事 但是我們就會經歷整個系統的崩解 因為始終 你說 英文的語境 我那次認識很少的語言 英文的語境 或者西班牙文的語境 很多東西 譬如英文就是 什麼什麼 只有叔叔和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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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基本上只有叔叔和姨姨 西班牙文有分羊 有分音 但是基本上 德文也有 法文也有 拉兵語也有 但是大體而言 都是分叔叔和姨姨 表兄弟 但是中文的語境 或者日文的語境 很多時候是分掉那些 媽姑爹 三姑六婆 那些真的很複雜 我們一旦 將這個gender的問題 去流動化 大家可以隨時選男女性別 那就真是大戲 真是大戲 這些所有的稱呼 會亂到七彩 我幾年前 我打了一個app 教你如何稱呼 三姑六婆 三姑六婆 然後我打了一個 哥哥的丈夫 我就把她的嘴巴拿出來 然後她就說找不到 那也合理 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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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稱呼 就不單是 譬如我覺得丈夫 單純 轉了一個男女概念 有些稱呼 就是跟上一個 同屬的男女概念 去改變 譬如那個是你阿姨 還是你阿叔 你叫她的方式 又不同 你看一下 究竟這個是 老爸那邊 還是老母那邊 是你阿姨的兒子 還是阿叔的兒子 老爸的兄弟 老母的兄弟 又不是阿叔 對 那倒是很嚴重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男人的稱呼 都還簡單一點 女人更煩 因為 例如現在 政府內部 即是那些 contact list 即那些director 你結婚後 都會看得出 結婚後 就用MS 你聽到嗎 還沒結婚後 就用MISS 不過當時 其實都是 可以給個 工作人員自己選擇 但是 問題就是 我身為一個女性 為何要 我要在稱呼 我要說 賭給人知道 我的婚姻狀況 其實背後 隱藏著些什麼 男人沒有 男人全部都是MR 你結婚後 你離婚後 你離婚後 什麼都是MR 對 但是女人不是 她 基本上 看到是MS 你知道要結婚後 你知道才有化 那怎樣可以 可以令我們 有 擴闊我們的想像 對於這件事 有什麼方法 可以打破 這個 我也想不到 哪一個 究竟是 統一了 是MS 還是MS 有些是MISS 有些是 有些叫MISS 因為 還有一些女性員工 他們喜歡貫夫性 MISS MISS HOU 是的 其實這是另一個很大的問題 貫夫性 究竟是 女性自己的身份 獨立權 其實 都爭了很久 那 就 就是 我之前 我也問過 就是 為什麼要將自己的 婚姻狀況 告訴別人 呢 可能現在來說 就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 就算她結婚 我也是在勾她 對不對 但是 在歷史上 女性 要在外在的東西 出來 告訴別人 她是否被人私有化 是很重要的 這個我明白 在歷史上 例如以前 黃花龜一定是紮癲 是 一結婚就紮計 是 是 就是 告訴別人 我已經被人私有化 你不要搞我 你不要搞我 就是那些 當然不是 黃花龜 你可以搞我 是 這個是新時代的女性 是 是 是 可能 我相信是 歷史上的問題 但是 我知道 現在私人機構 都不會去 去堅持 這件事 甚至 其實不需要再有 其實 一些公司 基本上 私人公司 都很適合為 這個稱呼 但已經很長的時間 女性 喜歡自己叫 當然要結婚 喜歡叫自己太太 就笑了就行 是的 是的 但 我們也要想的問題 就是 其實 有些女性 真的喜歡這樣分 有些女性 很愛過丈夫 就說 我自己是何太 他很自豪 自己 我是已婚的 是 很喜歡何君 叫我何太 譬如是鄭月娥 他也是 男性 鄭月娥 是的 其實 當然 這個是鄭特首 是 要想想 社會上 其實 受過 做了什麼 教育 令女性 會 對這個身份 這麼敏感呢 你現在說這件事 可不可以算是 女權主義的起源 這件事 是不是 那又沒有 那又沒有 我們再次看到 河君 救吾的一面 又沒有 剛才Cas所說的 整個社會對於稱呼的看法 很進入社會建構論的角度 知識、稱呼、觀念 都是長年累月以來社會的風俗 或者社會需要 建構出來的結果 但這種社會建構論 當然我讀書讀得不深 在女權方面 我覺得背後最大的問題 就是 你怎麼說都可以 有些事情 其實是 驗證不到 但最大的問題 就是 如果整個社會上 建構來說 其實 有些人就會認為 女性就開始被男性壓迫了 例如 剛剛貫夫性好 或者 紮邊紮計 那些 男人又不用 其實我覺得 女權 以及 要解放這個女權 我想 香港人 我經常說 其實 香港人很討厭女權分子 對 哎呦 很討厭 很討厭 差不多 跟八婆和臭蟹 說是 爺爺 沒有那麼差的爺爺 爺爺 也不一定是爺爺 那 我就很難界定 是不是 逢女權 我就一定是爺爺 即是 那個黑人真情度 對 還有那個category 好似 哈哈 因為 其實 香港人 其實陷入了一個 一個誤會 就是說 他覺得 要搞女權的人 其實是要搞特權 是 他覺得 什麼都要 要不就是女權 所以 可以說 為什麼 一時要扮諱者 當不夠人來的時候 就要扮諱者 但平時就要扮男人 就要當他是男人 那我就不評論了 其實他是說爭取一些同志特權 但其實女權和苦權也不同 是嗎 其實這個問題是 特別以香港來說 反而會不會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男權相對來說更差 人們就很喜歡男女平等 或者現在當然LGBT那些 就是這樣 把這個問題再整理一下 當然我們時間有限 但核心就是 很多人都想問 包括我們這個節目的肥賽 和華薯 都應該想問 究竟你怎樣看 你剛才說到苦權這個概念 男權 苦權 女權 平權 這幾個不同的 term 背後指向的是什麼 香港這個社會 就是賀金剛才說 很多人覺得就是女權過成 很煩你女權 很煩你女權 你又是要學女權 連解放魚頭都沒有 我又要幫女人拉特 又要幫女人付錢 你轉過頭又吵我男性有特權 我哪有特權 我還要幫你付錢 很多人就這樣吵 事實就是 究竟 當我們有這種批評的時候 女權分析就說 我們不是爭取女性特權 就像剛才所說 我們是爭取男女平權 包括性權 最終叫做 那些是個別的例子 對 就不關我們 Cat姐 我想聽聽你怎樣辯護 男權 女權 苦權 平權 這些不同的觀念背後 特別是在香港那樣 女權運動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甚至在表面 我不知道你跟不一樣 表面男女是相對平等的社會裏面 這四個所謂權 和女權未來的走向 究竟是怎樣走下去 才不會導致 由平權變成走向女性特權的方向 其實現在 我覺得 如果是要說 女權要令到別人受落的話 其實你自己是否一個女權主義者 你又打斷人 某程度上我也是 但其實 現在有些人說 要解放女性的性自主 那些事情 例如生育 那些事情 很多人就覺得 叫女人不要做家庭主婦 不要做主婦 一定要出來做事 要獨立 不要做主婦 做生社機器 那些事情 其實都很錯 反而我們要聚焦的就是 應該是要給女性 一個她選擇 做不做這件事的權利 就是 Edmar Watson所說的 Feminism is about choice 對 就算她選擇做什麼 她選擇做職業的性好 她選擇回來做家庭主婦 做聖徒弟 可以 可以 她有她的價值 對吧 我看過 上班有很多很聰明 有很多全職媽媽 又很開心 走錯潮流尖端 其實全部都 基本上她找到她自己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核心價值就是 她要快樂 她一定要開心去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是開心的 沒錯 自由選擇自由追求快樂 對 譬如 歐洲 歐洲其實有一個國家叫做波蘭 波蘭是不被墮胎的 這個我知道 是的 好像前幾年說 連被人強姦 就算是那個beast 再繼續堪下去都會死 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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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是proposal不行 不是 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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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像被人不行 可以 被人也可以 但是 隨便 墮胎好像不行 好像最嚴重的 隨便墮胎好像不行 在墮胎的議題上 因為波蘭教會 傳統天主教會的影響力很大 所以墮胎方面的限制很大 包括強姦 可以墮胎 但是 可不可以像香港那樣 ad real 那是不行的 你要証明到 比如說 你在一個合法的婚姻下的 叫做懷孕 你要怎樣才可以墮胎 要有一個嚴重的性命危險 所以才可以 其實現在香港也差不多 因為都是要兩個註冊醫生簽字 但是會鬆一點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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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要解放自己的子宮 因為我喜歡拿去換錢 這樣也可以 我幫忙買生 我買子宮 我喜歡 我喜歡做姐姐 即是我們成為工作者 我們現在 做姐姐 尊重點稱呼 我們叫做姐仔 姐仔 我好像菲律賓姐姐 很奇怪 無論如何 有時有時 有人會問 其實做姐姐 其實是否壓迫女性 我可以轉一轉 因為自己選擇 其實我之前也有接觸過姐姐 其實有大部份 他們是享受的 在這裏我突然想起我之前看過一篇報道 就是說一些賽車女郎 然後就因為一些女權主義者 又走出來 物化女性 對 就說物化女性 不應該這樣做 你物化女性的同體 然後車子就決定不再用賽車女郎 以後都不請賽車女郎 以後都不請 然後反過來 賽車女郎就出來 你這些女權主義者 就是我自己喜歡做這份工作 對 倒壞了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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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賠 其實最忠肯的就是 我不抗拒 我被人讚美我 我喜歡表現我自己美美的身體 我大波 我只好 那我這個價值 是在我自己的身體 你不喜歡做的話 你不就不要做 你就不會應付 你未必申請你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有部分女權主義者 就會出來指 不行 你這個激扣民化女性 又不應該開這些職位出來 我自己聽起來 我覺得是不是很瘋狂 就是 老實說 就算你去申請 你也未必教人漂亮 如果這樣說的話 有一個很可笑的 人們說 什麼人是女權主義者 就是那些很醜的 很醜的 沒有仔溝 當然我覺得這些是很過分的 我也不會這樣去Stereotype 這個也是很不尊重的說法 只不過就是 女權也包括了 女性是有自主 如何去 將自己的身體賦予一個value 這個是很重要 我想這個Kat的看法 跟滑鼠或者甚至肥菜 我們的看法就相似 在女權主義的問題上 像一個自由主義的觀點 總之就是女權主義應該 應該是 解除社會在女性身上的多餘和不必要的限制 令到女性可以有更多的自由選擇 這個點我相信大家都同 也是一個女性主義當中 我覺得是最合理 你最受大家應該讚他採用的版本 我想回到我剛才問的問題就是 香港的情況 很多人覺得 包括自己在內 女性是沒有受到一些很制度性的 或一些很明顯的歧視 她的地位不給男性低 甚至在香港的傳統氛圍下 但是女性有很多特殊的優勢 男性是沒有的 我特別想說一件事 例如說 女人做不成功 我屌你讀書讀不成功 我可以做PTGF 男人做市場的勢力 還有一些工種很有趣的 例如說 那些機構 女人做不成功 女人做不成功 例如說 在展示範圍上 指路那些 其實那些真的不需要的職位 都特地開出來 給女人做化妝 或者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剛才說到 拉椅子 給錢 開門 大家覺得社會的規模 應該對女性溫柔一點 或者對女性隱讓一點 女性真的不行 可以一哭二哩三上吊 搬水就一定要男生做 其實如果一哭三上吊 都不行 我很害怕女人會哭 不是啊 我很害怕女人會哭 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女人會哭 所以 抄了一句 自治百佬 有個臭氣 每次上來開會都哭 到後來真的等她不所知 我們哭了 當然不說 一會拖累Cat姐 一會拖累Cat姐 回去又被人說 餓你幫這個 周遜峰吊自治百佬 我不請 真的怎樣去看 女權運動在未來 是怎樣走下去的 我們一直被人救病 香港女權已經很棒了 你再繼續爭取女權 其實 結果上 你未必是想爭取女性特權 但結果上 就是 你慢慢走向女性特權的傾向 像香港那樣 相對地男女平權的社會 女權運動應該怎樣走下去 還有我想再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以前升大學 女性比例會比較 女性比例會比較 為什麼呢 就是2002年的時候 以前有男一條隊和女一條隊 2002年的時候 平機會的主席 胡鴻玉 胡鴻玉 就司法覆下 因為收到投訴 就是這個歧視 就是歧視 然後就取消了這個門檻 男女一起混合一起升 最後變相現在 你看到在讀書上 都是女性有成五號 是一個基因的差別 就是法育上的快慢 其實這樣是 是fair和eco的問題 現在變成是eco 但其實就是none fair 是none fair 因為其實平等 其實有兩個大原則 一個就是叫做 我在任何人 在享受的資源上 我得到的東西 是一樣 或者是 我經過一些adjustment之後 我們最終得到的東西是一樣 簡單的比喻就是 eco就是什麼呢 每人派五千元 由成哥到街邊的乞丐都拿五千元 那fair就是 街邊的乞丐沒有錢開飯 街邊的乞丐拿多些 成哥那麼多錢 你一元都不太好拿 這就叫fair 成哥都倒貼 這就fair 這樣的情況就是 在香港很多男性 甚至讀大學的比例 剛才說到 女性佔六成 我不記得是六成 如何走下去女權運動 核心問題如何走下去 究竟還要爭取什麼 有什麼路 應該如何走下去 如果避免被人說是女性特權的話 怎樣走下去 Cat姐怎麼看 如果其實現在 避免被人說是特權 其實首先 不要 比如聲鐘那樣 其實我覺得是應該要分對的 嗯 其實看法也跟很多人不同 是嗎 其實我是主張fair 是 另外就是法律上 其實現在就算法律上 很多都 例如衰十一那些 對男性是非常不利的 對男性是非常不利的 就算是女性是願意的 其實她都 對 她都是男性的 她都是沒事的 對 另外就是 不要 怎麼覺得很強調 比如說這些 其實我欣賞的 如果大家是兩情相遇 大家是願意這樣做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要強硬 人家一定要不斷去主張 或者是一定要 你不做 你就不斷被人批鬥 其實那些 我就覺得過分了一點 其實反而你會覺得 爭取的方向就是 從法律裡面 怎樣可以調整 男和女之間的 差距 在法律上 是啊 就是 例如 就算現在非禮罪也是 對 如果你這樣走的話 很多時候就是 固然男性就起文樂見 真的性別平權 但是 真的離開女權的道路 再不是為 女性的權益去奮鬥 如果這樣走下去的話 那 女性權益其實有很多方面 其實有沒有聽過 叫做 Glass Selling 那樣東西 我不認同 你可以說 是啊 其實 譬如說 一個女性的員工 他在公司上升遷 可能他會受到 比男性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升遷壓力 對 譬如可能跟一個 一人一女 他都會有一樣的才華 有一樣的能力 可能老闆會想升個男的 不是啊 我覺得還是想升個女 那我就想升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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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女的大波 對 對 尤其是女性 對 很難說 但是 例如 有時候 大肚子 會被人解僱 那些 其實 反而這些 我都會穿多些 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 基本上 最尾這三個字 就是圍繞男女平權 即特權 這些問題 你會否同意 就是部分女權分子所說 我們作為女人 我當然是爭取女性的權益 如果你真的想要真正的性別平權 你要爭取你們男性的權益 消除你們男性的歧視 你自己男人找自己出來 這個我也很想問 就是 都是類似的問題 究竟你覺得香港 其實是不是需要多些男權組織 這兩個問題 其實我也是要 其實我用回我自己做LGBT平權來做比例 我經常都強調 其實我們是搞平權 我們民國特權 那麼 我們 在搞LGBT平權的同時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都是關顧 在搞異性戀 在關顧順性別 異性戀的群體 我們希望 我們做到平權 同志平權 或者是性小眾平權的同時 其實在性大眾方面 都可以有一個平權 其實就算現在性大眾 都不是絕對平權 但其實你覺得現在女性 算不算特權 現在的現狀 其實有一點 結論就是我們要組織多些男權組織 例如師寶已經是 師寶 師寶也一定有女導師 基本上看到全部都是女導師 明明在南方山找女導師 老實說 老實說 我是聽過很多 我身邊的真心朋友 親身經驗 女補習老師 吃學生歌 我是一次都沒有聽過 補習老師 吃學生妹 已經是燈那部 補習老師 吃學生歌 即是師寶 大型補習社 對 當然今天就說到差不多 始終我們節目 經過我們 我們前幾集的失控時間 逃走之後 我們現在的時間紀律 是好了很多 免得妨礙大家收工 但是真的 真的還有一個問題 你認為 剛才我們提出男權團體的討論 你認為 女權團體 女權組織 女權分子 應該好像他們宣揚所說 爭取性別平權 用你那種ideal 女權爭取男權那份 還是應該女權有女權爭取 男權自己走出來自己爭取 其實 是一個整體 我覺得 你要爭取什麼 其實你是要平衡另一件事 其實我不覺得 男權可以除去女權 其實你背後 是爭取性別的平等 即是陰陽平衡 要大家去平衡 兩邊是合作的人 如果有女權組織的時候 就應該要有男權組織 其實如果沒有男性這個元素 其實女權的性別 其實你怎樣建構出來的就是兩個性別 兩個性別 這個最後一個說法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這個說法好 不說 這個解決到你 slash 真的 你不要說有性別 你怎樣可以勾勒出整個畫面呢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做一個訪問也好 節目也好 最後一個智慧就是 就是學一下Kat姐的建議 男權與女權 是不是一個絕對的對抗和力對 一定不會是對抗 一定不會是對抗 你要採取一個中容之道 其實應該 溝通和合作 在未來就做到一個真正的性別平衡 但理論上就是這樣說實際上 是否操作得到 那就看看大家 港大的市民 可不可以 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 有這樣的智慧做這件事 今天這個節目 一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再次多謝Kat姐 中大性別關注了Kat姐 上來接受我們訪問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星期二晚上10時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